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會駕駛車從洛杉磯開到 San Diego 一日有 在美國沒有告出收費這種說法 商向車道通常加起來超過十條 只要你有中國駕駛症 就可以在美國租車開車 在路上經常見到這種老爺車 這些老爺車不單單只有年代感 車的出道亦相當快 而且它的外形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San Diego 是美國加州西南邊的一個城市 這座城市一年四季的氣候移人 這座城市的海岸線長度達到70英里 在這裡不單單擁有廣闊迷人的海灘 而且還有豐富的歷史文化 San Diego 又被稱為美國加州的誕生地 它是全美第八大城市 這座城市的名字要追溯到1542年的時候 在當年西班牙的航海家發現了這片土地 他們將他們發現的這片土地 起名為San Diego 首先我們來到的景點 在Torrey Pines State Beach 這裡不單單適合日光浴 游泳 而且這裡還是沖浪和滑水的理想場所 這邊的海灘景色隨便一拍都是大片 在這個海灘附近還有很多的爬山景 而且在海灘旁邊還有一個全美最美的高爾夫球場 San Diego 這座城市真的非常適宜度假和慢生活 看見這些這麼美的海灘 人的心情會大好 同樣這裡所有的海灘都是免費的 今天也是走馬觀花San Diego 一日遊 接著我們就來到La Hola Cove 這次我的San Diego 一日遊的行程安排 是一位在當地居住了多年的華人粉絲提供給我的 非常多謝這位粉絲的精心推薦和安排 他推薦了六個景點給我 但我這次只去了四個 不用一次過玩完 這樣每次來才有驚喜 La Hola Cove 這裡的景色更美 遠處望過去很多人在海上畫橙板仔 這裡的水流和我們剛才去過的海灘相比平穩很多 運氣好的時候在海邊還可以見到很多小動物出現 San Diego 這座城市距離墨西哥只有20英里距離 它是美國和墨西哥接養的城市 到現在為止 San Diego 就已經建成差不多有250多年的歷史了 這座城市不單單只是加州的起源地 而且它亦是美國歷史的靈魂所在 接著我們過來參觀的景點 就是San Diego 的老城區 Old Town 這裡同時亦是一座歷史公園 在這裡你可以見到很多美洲原住居民和歷史建築 同時亦展現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歷史文化 San Diego 的 Old Town 這裡 他們稱這裡為San Diego 城的發源地 給我個人的感覺這條街 就和我昨天介紹的 洛杉磯市中心的墨西哥街有點類似 整個老城裡面的檔口 大部份都和墨西哥文化有關 在這裡亦有眾多的墨西哥餐飲店 你們看看他們的骷髏頭文化 昨天的視頻我已經詳細介紹了他們的骷髏頭文化的含意 餐廳的樂隊唱歌很好聽 在 Old Town 裡面有很多這些舊式的建築 這些舊的建築很有年代感 很有舊時的風情 這邊的手信店賣的東西很豐富 各種各樣看得人眼花瞭亂 我自己就有一個習慣 只要是去到一個自己未去過的地方旅行 我都喜歡買一個當地的冰箱貼 貼在自己家的冰箱裡 我就選了這個冰箱貼 世界這麼大 真的要爭取去多些自己未去過的地方 你們看看他們的骷髏頭文化是多麼盛行 這位女士在現場畫的畫作 亦都和骷髏頭有關 在這座公園裡面 有眾多的歷史建築和商店 其中我對這間非常有興趣 這間店是專門賣雪茄和煙草製品 一起走進來看看 可以說這間店的裝修 吸引了很多遊客的目光 在這裏有雪茄出售 而且還有煙斗 售賣店員穿的衣服也很特別 他們所穿的是當年西部牛仔的衣服 戴著帽子穿西裝背心 還有圍巾 腰間還有手槍 當然這些手槍是沒有子彈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裏的店員就會很熱情地 和你介紹雪茄和煙草的歷史文化 你們看看古動煙斗 還有這些美國製造的Zippo打火機 這款打火機的實用性和防風性都非常好 每一件Zippo都是一個藝術品 非常具有收藏價值 這裏展示的全都是舊時的香煙 美國的香煙要21歲才可以買 可以見到很多CAMO品牌 一日到整間店都可以聞到雪茄的香味 店員在這裏邊吃雪茄邊銷售 裏面還有一間專門吃雪茄吸煙屋 在這裏買了雪茄的可以在裏面吃 這裏的味道更好聞 除了雪茄這裡還展示了很多舊時的手槍 這些款式夠古老 店員說還可以用的 對雪茄的了解我就一無所知 不過拿起每一條聞一下香味都很過癮 如果你一次買三條 價格就會優惠不少 在這邊周圍都可以見到這些仙人獎 長的、軟的、薄的、厚的各種形狀都有 間間餐館都多人都不得了 我們就買了一些街邊檔的墨西哥小食 這種墨西哥小食就叫Charros 另外還有一杯我喜歡的玉桂飲品 San Diego不單單是一座旅遊城市 同時它亦是美國的海軍基地 接著我們所去到的景點 就是非常著名的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它所服役的時間就是從1942年到1992年 它是美國歷史上服役時間最長的航空母艦 進去參觀就需要另外購買門票 我個人對軍事的興趣就一般 只選擇在外面拍照 航空母艦的船體、船艙和設備 百萬八都維持了原作 在上面有29架收覆後的飛機 而在航空母艦旁邊的 就是非常出名的聖利之敏的雕塑 聖利之敏是通過一張相片整成的雕塑 其實這兩個人是彼此不相識的 這張強敏照就反映了二戰勝利歸來 士兵那種墓備喜悅的心情 這張強敏照就成為了經典之作 誰都不喜歡戰爭祈求世界和平 遊覽完四個景點之後 今晚我們吃飯的地方 就是當地的粉絲推薦給我的 他們在San Diego 經常過來光顧的一間華人私房菜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豪記私房菜 如果過來吃飯之前 最好就事先打電話過來訂位 這間店的生意在當地很火爆的 聽幾面介紹這間店在這裏 已經開了十幾年了 老闆自己就是台山的 老闆自己也是廚師 大部份的菜品 都是這位台山老闆 自己在廚房親自炒出來的 這間豪記私房菜 最出名的就是他們的笑納製品 見到有不少當地華人 過來這間店斬料回家加菜 終於有杯熱茶喝了 不過茶的種類只得這一種 有熱茶喝就已經很開心了 至於是什麼茶我們不介意 有不少人就說廣東人吃來吃去都是這些 沒辦法廣東人就是喜歡吃這些口味 今天我又點了一個商品 新鮮做出來的叉燒配他們的豉油雞 經理推薦的黑椒牛柳粒 超大份下面墊底的就是生菜碎 你又不要說 今天這間店的叉燒和豉油雞 真的令我有經驗的感覺 叉燒的味道相當地度 不過他們所選用的肉的部分 肥肉的部分就會少一點 這隻豉油雞 我真的要讚賞他們這裡的這隻雞 我不知道是他們怎麼找的雞種 雞的骨頭相當硬 肉質也非常有雞味 可以說這隻雞 是我在美國吃的這麼多隻雞 最好吃的一隻雞 大地魚炒芥蘭 芥蘭就沒有我們在廣東那邊吃的那麼爽口 稍微軟一點點 不過也很好吃 黑椒牛柳粒 牛柳粒切到大大塊 一口咬下去 裡面就是剛剛熟鮮紅的狀態 鮮嫩多汁又香口非常好吃 不愧為他們的招牌 商品燒味價價25.95元 黑椒牛柳粒24.95元 大地魚炒芥蘭20.95元 老闆親自出馬 出品水準確實不錯 好難得飯後竟然有免費的糖水飲 來到美國這麼久第一次飲糖水 不同的豆類熬得好免 滋潤清甜非常好喝 還有如果喜歡吃的話 還可以裝多一碗 疫情素色的廣東話服務 令人感覺非常貼心 我們吃完酒的時候 已經有好多人在門口等位了 再次多謝網友和我安排的 一夜遊的旅遊景點路線 和用餐的推薦 今天的Sandiego走馬觀花一夜遊 我玩得好開心 今天的視頻 走馬觀花由Sandiego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吧 多謝你們的支持